中國不看人民自己可以做 你如果基隆的廟物不可以做 可以請教我們台中的廟物 我們台中的廟物 大家也想 對不對 如果不知道可以問我們當事長 怎麼發展 所以這就不是道理 這應該說 你自己有自己的精準條件 但政府來補助這個時候 難免會讓他們覺得說 你是為了 英國罰免嘛 對 你不要來罷免我嘛 你如果說你要扮多年三月 你要有一個目標 你比如說我基隆議員 來來來 我現在要花一條800萬一年 要讓廟物 你要怎麼提升基隆的能見度 要怎麼跟他們說我們的廟物很讚 還是說聯合 因為我們都知道基隆 也就是廟口夜市 我們要來發展 我們基隆廟口的行銷宣傳 你也沒有 沒有也比一個名字 給人家說 你如果八百萬開 不知道開那堆做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成績 沒有提升的效果 這樣我們當議員 我會問說這條錢有必要開 議員沒有說人民自己的做功課 人民自己的想說 如果真的 如果這些廟物沒有這條錢 不行嗎 所以謝國良這個行為 很容易讓聯想就說 你就是在應付自己的保險 如果市長有給錢 來應付自己的保險 後一步就是問 基隆人民有同意嗎 如果要讓市長這樣開 你們有同意 如果沒有同意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這是基隆市民 真的須可的事情 所以謝國良說 沒有壓力不害怕 但看起來小動作非常多 因為從上週五 差略行動 在送這些連署師的時候 就被一家網路媒體 說這個問題很多 然後這個基隆市選委會不予受理 後來差略團體 他們有發出聲明 這是極度錯誤抹黑的訊息 並沒有大量抄寫錯誤 部分媒體跟政客 不要再無中生有 這些是不是都是一些小動作 要去增加這些罷免團體的困難度 再來還有台北市議員 尤淑惠也在這個績笑 說基隆市議長 同志委嚇死了 這個因為現在罷免同志委的 門檻極低 但問題是為什麼謝國良 轉手要補助宗教團體 一年八百萬 而且他幾乎是連 這個基隆的這個年度的宗教盛世 中元季他都不去參加的人 現在卻在開始拜廟了 歲書培 這個謝國良是不是心虛了 藉由這些動作來收買人心 因為就這個要罷免同志委 他所屬的慶安宮 老實講 這些信眾少說沒有好幾百 也有好幾千 那這些恐怕都成為 罷免極重要的一些票數 政治人物的反應其實是最現實的 你的選民呢到底喜不喜歡你 到底捧不捧你的場 你的壓力是如何 從你的反應都看得出來嗎 所以謝國良在猜量行動裡面 到底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有嘛 不然過去從 謝國良不是只有 現在才開始當市長 他之前就擔任過基隆的立委 在基隆辦正式中元節 這麼大的活動的時候 謝國良是當立委的時候 是沒有出席過的 我非常訝異 是 中元節你知道嗎 我們每一個政治人物 中元節幾乎從7月1號開始 那個衣服啊 他一天可以換三套 因為那個都因為去跑 然後就衣服就濕 濕了就在換 然後又濕 幾乎是可以換三套 可是謝國良可以不跑 不跑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不是嘛 所以他過去因為基隆藍大於綠 他也不用跑 他也選得上 那現在為什麼回過頭來 要花一年八百萬 而且這八百萬 不是已經通過的預算喔 是用追加二倍金 是去年沒有編 今年因為被罷免 真緊張 所以我用二倍金 編了八百萬 去補助宮廟嘛 當然緊張嘛 不然幹嘛做這一件事情 不曾去的地方 我去了 對不對 沒有編列的預算 我硬要編出來 要去補助 為什麼 因為我只剩下 第二階段過了 馬上進行第三階段 可能八月九月就開始要投票了 一投票就一翻兩燈顏了 緊不緊張 當然緊張嘛 所以謝國良 不要告訴我 你不緊張 你很緊張 而且他們喊著要罷免同志委 對不對 你要不要罷免同志委 我想這是國民黨的權利 但是謝國良 你是公民團體發起的罷免 對 是這些拆糧的年輕人發起的 並不是任何民進黨發起的 我要講的是說 在禮拜五 這個拆糧行動的這些公民團體 把這些連署書送進去 只因為不到兩百份的正本跟銀本的差距 被要求六十箱全部帶走 兩百多公斤 全部都帶走 我告訴你要是真的是有任何一個政黨介入 不會有這種事情 第一個如果是民進黨的話 民進黨一定會請律師 會告訴你說 我用補件就好了 為什麼要這樣子全部都帶走 不是讓勞思動作搬來搬去嗎 因為你就是都是年輕人 因為你都不懂 看這些年輕人好欺負 是 我叫你帶走你就帶走 而且讓你全部帶走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心理戰了嘛 我就可以開始放媒體消息說 你看公民團體的連署書都不及格 都是同一支筆寫了好幾份啊 都是假的 就開始給他心理戰啊 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謝國良緊不緊張 包含拆糧行動送的連署書 包含謝國良補助宗教團體 用二倍金的八百萬 都再一次的彰顯出來 謝國良在面對這一次的罷免案 其實非常緊張的 尤其你知道年輕人 現在喔 第二階段是來到四點三萬份的連署書 再加上昨天啊 包含徐巧欣王洪威啦 這一些戰鬥籃去之後 這幾天他的連署書 會不會再增加個兩三千份 有可能他們繼續收喔 他們繼續收啊 我告訴你 光那個簽約安心亞 來了許巧欣這一件事情 我就覺得值得再五百份 對不對 然後這一句話包含什麼 做人別太許巧欣 做事別太謝國良 這也值得五百份啊 真的啊 我覺得這個年輕人 這個老闆啊 講的真的是實在話 我想他應該把所有基隆的實施 全部都講出來 這太有才了 真的 我覺得這兩句話 就開始在基隆市的火車站 就開始連署 我相信這兩天一定會再收到非常多的連署書 因為這兩句話說到基隆人的心聲嘛 包含基隆 那許巧欣是不是又在開始什麼造謠 他說如果謝國良被罷免 基隆市長可能就周宇寇 嚇也嚇死你們全家了 這件事情是許巧欣胡說的嘛 周宇寇又沒有說他要去選 他只是為了要來轉移焦點模糊視聽 因為之前有一個人有講嘛 黃創下 我們這個大哥有說嘛 如果啊 謝國良被罷免 國民黨最好的方式 他說國民黨要保住謝國良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謝國良被罷免 要派許巧欣去選 基隆人就不會讓謝國良被罷免 因為要防止許巧欣嘛 所以許巧欣 只是把這一句話拿來 從從變成把自己變成是周宇寇 但問題是大家對於許巧欣的厭惡 對於許巧欣的討厭 再加上今天早上這一件事情 其實會這個焦油 這個火上焦油會越來越多了 所以包含昨天許巧欣 王洪威啊 這一些人去到基隆 我認為對謝國良沒有幫助 這對誰有幫助 這對許巧欣 所以對王洪威本人有幫助 因為他們現在仇恨值很高 他們仇恨值很高 在他們的選區 其實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過去 深藍的人也許喜歡 他們這樣子的表現 覺得說民進黨已經欺負 國民黨欺負那麼久了 所以你們給我出一口氣很好 可是絕大多數的中間選民 會認為說 我選出一個立委 怎麼一天到晚在那邊跟人家吵架 本來只有許巧欣在打 現在連王洪威都打 而且王洪威 號稱高知識分子 什麼北韻女畢業的啦 台大畢業的啦 現在跟流氓一樣 跟台妹一樣 這怎麼會看 蘇培 那現在許巧欣後院失火嗎 因為台北市 有一個信義區的警情里長 王磊凱 他的罷免20號就要投票了 那有人被視為罷免 許巧欣的一個前哨戰嗎 這個里長是有多離譜啊 我覺得這是罷免謝國良的前哨戰 你知道我這全部都是一樣 就是因為討厭許巧欣 但因為許巧欣很難罷免 所以我只好罷免誰 我就會罷免謝國良嘛 尤其你許巧欣到基隆去 那我就讓謝國良的彩夥再增加嘛 那包含信義區的這個 黃磊凱里長也是一樣 因為黃磊凱里長其實是個年輕人喔 他的這個 他之前能夠選上全部都是靠著他的岳父 岳母 還有他的這個老婆的娘家去幫忙的 結果他沒有想到他選上之後啊 不只沒有在選區出現 而且還在那邊跟人家搞婚外情什麼的 他說沒有住在那個裡是嗎 沒有住在那個裡 然後也不情政 也不情 也對於地方的禮物都不情 然後就是跟著許巧欣 然後靠著許巧欣的光環就讓他選上 然後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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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長啊 其實在許巧欣選議員選立委的時候 也帶著許巧欣每個巷子都去喔 所以跟許巧欣的關係非常非常緊 那許巧欣呢 在去年選舉的時候啊 還跟有沒有 為了要搶白銀的選票 還跟柯文哲見面啊 所在的地點就是這個 王蕾凱里長所安排的涼麵店 他媽媽自己所經營的涼麵店嘛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大家很氣許巧欣 但知道許巧欣罷免不了 所以要罷免誰 就罷免王蕾凱嘛 就拿王蕾凱來出口氣嘛 如果王蕾凱被罷掉的話 我告訴你許巧欣壓力大不大 許巧欣壓力也會大嘛 所以在信義區有王蕾凱 在基隆有誰 有謝國良嘛 這兩個人全部都是因為 這個戰鬥籃 現在立法院國民黨的立委 表現荒腔籌盤 如果罷免不了許巧欣 罷免不了王蕾凱 我們就轉過頭 基隆罷免謝國良 信義區就罷免王蕾凱嘛 就出一口氣嘛 所以當你們越表現越差 我們就拿這兩個人出氣 開刀 國總格 這真的很精采耶 真的是 基隆就罷謝國良 那台北呢許巧欣這個現在仇恨這麼高 罷他的條咖罷這個里長 里長被罷免的話 我跟許巧欣更插在旁 而且他這個里 好像七月二十幾號投票 二十號要投票 馬上就見真章了 不過許巧欣會不會成為罷免謝國良的最後一根稻草 很快也會證明 大概九月多就會開始投票了啦 馬上就可以證明出來 但是有件事情 我們要看 如果說謝國良被罷免成功的話 許巧欣會不會承認是因為他最大的功能 負責任 不會承認 他不會承認的 可是我們要看國民黨現在全黨下去 開戰 全面開戰 把基隆當成他們第一個戰場在那裡打 你看他 你看他那個畫面 不大像是為了一個基隆市長 這個人民要不要接納他 四萬多人連署耶 謝國良也不過是九萬六千多票當選耶 已經快要一半的人連署要來罷免你 就是沒有關於沒有過關罷免不了 你這個市長不是也很丟臉嗎 政治人物不是請警長講一句話說 雖然你沒有投票給我 但是我一樣服務你對不對 都是我的市民嘛 結果有一半人連署就要罷免你 你自己就應該要檢討的啦 先不要講說他最近做了這麼一堆事情 如果你把一個基隆市的第二億倍金 那是做緊急使用的錢 拿去捐給公廟的話 一年八百萬金出去的話 那基隆市民你們要想想看 這個市長在幹什麼啊 先不要講拿一斤買了一個摩托車什麼 你把館錢那個億倍金的目的 就是要給你緊急使用嘛 那捐給公廟有緊急到這種地步嗎 我是很了解謝國良 他是基督徒 他不會信這一套的 所以他也不去參加基隆最有名 基隆最有名就是中研劑嘛 要刷給別開幾門 大家都知道刷給開幾門嘛 他都不願意去參加 他突然會想起來說八百萬 捐給公廟 他就是因為罷免這個關係 他必須動用這個緊急義倍金 來救市長啊 他認為這個很緊急耶 我們認為說這那是緊急 可是對他來講這很緊急啊 救他的政治路 我背這個錢剛好來救我自己啊 所以我說有時候他太離譜了嘛 你很多事情做了讓市民覺得 那有在喊不夠啦 我們常常說一句話喊不夠啦 你自己做事情不好 你自己來檢討嘛 幕僚群對幕僚群 你們應該檢討怎麼會這樣 施政施政成這個樣子啊 但是你現在怪來怪去是怪誰 李吾國說你動用到 許曉青 王鴻威 謝龍介 這一批人在那裡幫你搖旗吶喊的話 我說你自己才是痛幾痛有痰 這一批人真的會在基隆市 會取得很多人的同意嗎 支持他們的嗎 大家是在看 你現在是要 這張是要撈拌拌拌拌拌拌拌 對說國人就有利嗎 我一直很懷疑 台灣民國已經講過多少次了 我們的名字已經都開了 對選舉 對政治都了解 太透徹了嘛 如果你真的同意 台灣的民主制度 就是要像王鴻威 西小星這一流的人物 那沒關係啊 你們就不要同意罷免謝國良 如果你們不同意 李吾國雁今天的表現 讓你們實在是生物痛絕 覺得說這樣下去的話 台灣哪裡還有前途 台灣的年輕一代子弟們 還認真該學什麼 就學李吾國雁這樣子嗎 所以你就開始要對說 那我要制裁給你們看看 我們出去投同意罷免謝國良 至少你要給個教訓 他的政黨才會改變 不然到今天 在傅昆局壟斷指揮之下 他不會改的啦 我再強調一次 他不會改的啦 他認為他們過去八年 已經年很久啦 他們沒辦法在法案上 沒辦法在各種利益上站到邊 所以他必須要這樣子 來對付民進黨嘛 既然你執政 吃不下 大家都報案啦 到今天的時候 我為什麼很耿耿疑懷 說你好歹也要提一些 一些什麼法案嘛 選辦法有擊破到這樣子嗎 我在這裡也要請教蕭敬爺 如果說你剛剛一直講 民進黨有提過到這樣 那當時有討論到這個樣子嗎 沒有啊 對嘛 民進黨沒有強推啊 所以他會壓到現在嘛 一直壓著嘛 那你現在把它搬出來幹什麼 我就不知道了 你們真的覺得危險嗎 除了一點就是你們已經發現說 如果不趕快修改的話 國民黨領先這少數一兩席 很快就會被人民換掉 不然你急什麼呢 你好歹說不管怎麼樣 你也要假裝跟台灣人民講 我們已經提了好幾個民生福利法案啊 提了好幾個經濟建設的啊 你也要假裝都不被假裝 一開始就擴權 再來就選罷法 然後這怎麼一回事啊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 人民會選擇的 一定要教訓你 國民黨說你們這樣是不對的 如果不教訓 後面你等著看 每天都要打架 以前是說一個禮拜 禮拜二禮拜五大家 向秋名義他們都知道 禮拜二禮拜五又開始了 現在是委員會開外就開始打了 哪裡還有禮拜五 禮拜五啊 每天幾乎都可以打 只有禮拜六禮拜天休息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說民主制度如果演變到這樣的話 台灣人民我們已經民主化多久了 三十幾年就一夕之間全部垮嗎 你們希望這樣子嗎 然後中國在後面看了笑嘻嘻的 台灣的民主經不起檢驗嘛 是 那台灣人民還有什麼職責 讓對國外講說 我們台灣No.1第一名啊 對 來禁言怎麼看 真的難啦 禮拜天去這個基隆開獎 到底對於謝國良幫助有多少 到底是幫助還是幫倒忙呢 一般我們來講這個罷免案嘛 罷免案就是這個 講真的就是仇恨嘛 你說這個仇恨值越高 越容易可能會被罷免成功 所以早在一開始的時候 包含說從東岸廣場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在講說 基隆市政府應該把這件事情 交給法院來解決 就走法律來解決就好 那謝國良市長就好好把市政做好 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好 不料這個後面開始這個議題有點燒起來 然後到現在罷免案被提出 那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對於黨內的策略不同 換言說你看像這個 最近有人在去連結說 提案啊 然後領協人啊等等這些 喔是不是可能跟議長的什麼 是哪個乾媽 啊乾姐什麼一大堆關係非常複雜 有相關的關聯 其實這個早在一開始事件的時候 地方就有這樣子的傳言 可是為什麼我們沒有拿出來講 因為講這個很無聊嘛 就算是這樣又如何 就算講真的今天講白 就算真的今天是民進黨在背後動員 又怎麼樣 哪一個罷免案裡面 不會有政黨的相關因素在 這個絕對是會有嘛 但最重要的是你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挺過這件事情 所以說謝國良如果你做得好 你這個連署可能都過都過不了 講真的我自己是對謝國良有信心 為什麼我們第一個以選民結構來講 光是賴清德這一次 他在這個基隆的得票 跟民進黨在基隆的得票 確實要跨過這個同一票的門檻來說 看起來確實是比較辛苦 這個是一個 那剛才這個 兒章議員他有提到說 這個過去好像這個謝市長 因為宗教的因素 他不去出席這個中元祭這件事情 這個我必須要替大家講 因為這個早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這個謝國良跟侯友宇 然後包含那個時候 AIT的處長這個孫小雅 他們就已經有到這個基隆去參加這個中元祭 那個是2023年的報導 那這個時候來補助中元祭團體800萬 所為何來 這個第一個就是內政部有相關的規定 然後包含說其他縣市也都有相關的這樣子的補助 不是只有基隆市才補助 只是這個時間點剛剛好被這個 也太巧了吧 被議員這樣子 因為這個是 因為剛好你們國民黨說要罷免統治委 啊統治委又是公廟系統的 我覺得他一定會這樣子去連結 但是因為他這個補助案跟他這個 補助要點跟追加預算 都是有經過議會去審議通過的 那現在我必須要講 議會的議長還是這個民進黨籍的 所以說第一程序上面他是完備 如果在這個過程中 議員們覺得說 基隆市是不是刻意要趁這個時間去補助的話 那為什麼今年不編預算 不編正式預算要追加 因為謝國良已經當第二年的市長了 你說你前一年的預算是林佑昌編的 你來不及 那你自己去年在編預算的時候 就應該把今年的預算放進去啊 你沒有編你用追加 為什麼 就是這比是臨時的嘛 臨時的嘛 對不對 我現在有需要嗎 而且你看喔 他被罷免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東岸碼頭的停車場的問題 商場的時間發生在什麼時間 在今年的二月 是預算 今年的預算全部都已經通過了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會突然 面臨因為東岸碼頭的關係 然後被發起罷免 一直到現在 然後又加上這個國民黨強推 國會改革法案 所以導致他自己真的要被罷免了 所以現在才追加二倍 追加預算啊 追加這一筆啦 對啊 應該是說 第一宗教團體 他本來就可以去申請相關補助 那民政處他沒有去做本來的編列 然後今年在預算總會期的時候提出來 我覺得這個當然明年要去做檢討 可是這一次他們這一次補助是 後面他追加的時候議會也是同意通過 所以我相信議會會同意他通過 看起來也是這個 市政府有去做說明 那議會也是買單 就是說好那可以通過 可是現在通過之後 卻拿出來講說 啊那你這個時間點有點刮田底下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 時間點都那麼剛好 有點不公平 因為像Gogoro的事情也是一樣啊 那個時候他這個提說 包含說這個電動機車這件事情 在選舉的時候 綠營的就已經有去攻擊他 可是後來勒在議會的時候 這個民進黨籍的市議員又去質疑說 那為什麼現在電動機車 申請補助的這個成效 看起來沒有很好 那請這個市政府要去重新做檢討 那檢討之後後來就再提了新的方案出來 然後又剛好又被聯繫了說 啊你看 你一定是因為要被提罷免案了 所以你才這個 刻意好像 跟著罷免這個連署樹木來浮動 對那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這也難免 因為變成說 基隆現在看起來是被高度關注的 一個政治工房的場域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動輒折舊 那我覺得當然啦 心情也不用因為這樣受到影響 就覺得說你看我做什麼都不對 人家就這樣批評我 我覺得該做的事情 你就照樣去做 因為實際上 真的有感受到的基隆市民 應該我認為到最後 真的有需要去出門投票 或者是不出門投票的時候 他們還是會回到想說 這一段時間 謝國良到底做的怎麼樣 我到底要不要去投下這一張票 這個對他來說 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浩安那有關這個霸梁團體 因為上週五有送件嘛 結果被這個基隆市的選委會 以一些理由就把它叫退件了 所以今天他沒有重新再送一次 老實講那種勞失動眾啦 有需要這個樣子啊 是要故意整差狼團體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就我相信市選委會的 所有的工作人員跟這個 宋建的這個同仁 其實他們都非常的辛苦 因為四萬多份的 還要包含的這個正本跟銀本 其實要審查的 非常非常的仔細 但是我覺得今天 我們的其實分數 已經相當的一個接近 那市政府當然 就選委會來講的話 有跟他講說 你要怎麼樣去補正 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最讓我還是覺得非常到生氣的部分就是 市政府為什麼要透露給媒體這樣的一個訊息 就是講說實在的 就是講了被推薦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都認為說這件事情其實是 甚至應該是謝國楊自己有意來操作這樣的一個媒體的風向 所以讓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這兩天 因為很多媒體他沒有看到 或很多民眾沒有看到所謂的平衡上面的一個報道 只認為霸良案的這一件事情被推薦了 認為說這一件事情已經功敗垂成了 所以就很多人來講的話 他其實目標是什麼 就是打擊接下來第三階段投票的民眾的一個信心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 霸良團體也非常的一個積極的出來 就是說其實這一件事情 都是在他們可以控制的一個範圍內 因為如果今天真的是因為說他們自己的疏忽 他們願意去承擔 但是接下來他們今天已經準備好了所有的一個份數 甚至未來該有的一個補件的一個措施 其實他們已經做好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相信 所以今天再重新4萬多份再送進去一次 再送過去 那我覺得說我這邊也要呼籲金融市選委會 應該站在一個中立客觀的一個角度 真正仔細的審思 所謂的每一份連署書上面的一個民眾的簽名的一個效力 那我也在這邊也要呼籲說 謝光市長不要再有其他的一個小動作了 海基會董事長鄭文燦捲入收賄案遭到桃檢升押 那桃園地院6號裁定500萬交保 消息傳出藍白個個是見烈欣喜 都想來串一腳 但是似乎沒有想到自己人貪污更多 那他們也沒有被升押 請教明玉 這個檢方似乎是鐵了心一定要去押鄭文燦嗎 我先講鄭文燦現在是被指控說 在他2017年當任桃園市長任內 就是涉及一個土地的變更案子 那是不是說有土地重劃的這些人 想把當時的這個農牧用地呢 要把它變成工業用地 嬰兒早上的鄭文燦 那現在還有這個就是說檢調 是有指控說當時鄭文燦 是不是有收人家這個500萬 後來要把它退回去 好那整件事情呢 現在就在這個檢調的偵辦當中 那我必須講啦 你對於這個藍白的反應 當然就有人見烈欣喜 那其實你反過來 你怎麼不講說 如果說沒有辦鄭文燦 然後這個國民黨一定會講說 法院都是民進黨開的啦 對不對 那現在辦了 就說你們這個民進黨在內鬥啦 反正什麼話都是有話要講 但是我真的要奉勸 就是說國民黨不要太早去上這個 就是好像見烈欣喜 或是說想要大坐文燦坐車 每個都急著要踹他一腳 對 因為這個案子才剛開始啦 那如果說到時候這個鄭文燦 到時候沒事 我跟你講這個詞我都想好了啦 一定會講說 這個什麼法院都是民進黨開的啦 所以這個鄭文燦都沒事情嘛 譬如說像上禮拜 這個法院不是一直駁回 這個檢方的抗告嘛 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硬要直指說 什麼這個法官的爸爸啦 是鄭文燦的什麼什麼的 這個什麼親信 親信啦什麼之類 就一定要找各種理由就對了 那說實在的 其實你也不用等到這個法院啦 民進黨今天晚上 他們自己就要開連政會了嘛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一定是用最高標準 會來看待這件事情 那我必須講 當你國民黨啊 或是這個民眾黨 你們自己在這個著手指控別人的時候 要不要看看你們的林茲廟其實很快 高宏安最快啦 高宏安七月這個下旬可能就要宣判了嘛 對不對 然後你看林茲廟這個高宏安這些都沒有被深壓 沈中榮啦 楊文科啦 楊文科那個更離譜嘛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說你當 我還有一連串還沒講耶 當時這個喊說那個什麼 台南光電最大宗的 不是喊國民黨嗎 最後發現有事的全部都是國民黨 都是國民黨在那邊涉案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 整件事情在整個真相還沒有釐清 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因為現在目前有人在爆料 有人爆料說 剛剛不是講土地重化嗎 土地重化 他們就是希望說 這個這個錢 不管是給鄭文燦政治先進或怎麼樣 就是其中涉及到500萬 現在媒體有進一步的去爆料說 我當時要給鄭文燦這筆錢的 還是國民黨跟民眾黨的一個大金主 一個姓廖的大金主 所以這裡面呢 跟國民黨的人也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會認為說 國民黨你太快去講的時候 哇 發現涉案裡面的 也有你們國民黨的人 那你們要到時候要怎麼自圓其出 要怎麼講呢 對不對 還是你現在要趕快先急著切割 那個姓廖的是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大金主 而且很多的這個選舉裡面啊 都他負責在負責操盤 或是說 也就是說以話句也更當啦 因為他是大金主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國民黨朋友 你們在評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啦 還是秉持著誤網誤重啦 第二個不要太快上車啦 到時候燒到自己人的時候 這個你們要先想好切割的理由 不然這個火會燒到自己人 是的確啦 這個藍白看起來都有點沉不住氣 就一定要真的是這個落井下石 那綠營方面當然就是說誤網誤重嘛 你就等待司法的這個調查嘛 但是我們看到除了藍營一堆人 很白銀的柯文哲也是啊 哎呀就說鄭文燦過去傳聞很多 如今檢方已經介入就等調查結果啊 那就被馮光源 這個反向回去啊 你一句話算是聊以字況 聽了不禁捧腹大笑 來蘇培 那柯文哲還有點講別人哦 自己呢是不是 是啊高宏安呢 高宏安現在是已經要進入最終的判決了 到現在柯文哲還在挺他 還認為說這個理科 理科女是不會犯錯的哦 對不對 他佔用 乍領助理費 甚至把助理費逼迫他們把加班費 全部都吐回來這件事情 包含所有的卷宗 全部都揭露在所有的人民底下 柯文哲到現在有沒有為了這件事情 跟人民道歉 沒有耶 甚至高宏安都還是民眾黨的黨員吧 民眾黨的廉政委員會有沒有為了這件事情開過會 有沒有處理過 他們可以處理 他們可以開除 Grace 吳靖宇的黨籍 可是高宏安呢 到現在他們有處理嗎 所以我覺得 而且他們不是都還要求說 鄭文蔡要辭海基會董事長 那鄭文蔡也自己辭了 那問題是像高宏安有沒有辭 沒有啊 名字面有沒有辭 都沒有辭啊 我要講的是連一個重話都沒有講 不要講說有沒有辭職 有沒有 就是說民眾黨有沒有要求高宏安辭職 有沒有去批評過林茲廟 我都不用講 我就想說你們先內部的調查有沒有 連一支重話都沒有講 然後你們在那邊嘻笑這個鄭文燦 鄭文燦這件事情其實在禮拜六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對於民進黨內 當然就是大家都非常的震驚 因為他過去在桃園的表現 其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這樣子的事情發生之後 民進黨 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願意相信他 但他現在被檢調用這麼大動作的進行調查 大家也都認為他應該誤網誤重 檢調誤網誤重 那他自己也願意配合調查 而且他說他沒有涉及不法 但是他願意配合調查 這就是他的態度 民進黨索爾的跟他的態度也完全一模一樣 包含接下來黨也要進行這個案子的連政調查 這就是民進黨在對於樹灘的案子上面 民進黨的態度 用這麼嚴格的方式在要求我們自己的重政黨員的同時 請問藍白你們的態度在哪裡 你們除了在笑鄭文燦 在罵鄭文燦 在嘻笑他 認為說他的這個案子不管是什麼 什麼民進黨的內鬥也好 或者是什麼樣子 他都是接受調查 而國民黨咧 而民眾黨咧 國民黨對於林芝廟 對於沈中榮咧 你們的態度在哪裡 我還問的是你們的態度在哪裡 而柯文哲就更不用講了 柯文哲自己不是只有高鴻案 他自己的三大案 對不對 他的金華城的案子 莫名其妙送給這個金華城百億的榮基 到現在連直播 跟民眾 跟小草講清楚 他都不敢 都還只敢用剪接的畫面 偷偷摸摸三更半夜把影片丟上去 這樣子的人 然後在那邊笑鄭文燦 我覺得鄭文燦必須要接受調查 也應該要跟大家講清楚 但是你在看到鄭文燦的同時 請問柯文哲 對於你自己的標準在哪裡 你不可以對鄭文燦是一個標準 而對你自己卻是完全沒有標準 我覺得這真的太荒唐 對 藍綠白其實大家好 比較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出這個高下立判 國東哥 只是說這次的檢調系統似乎非押鄭文燦不可 這背後到底是有什麼樣的情況呢 總將我先聲明一下 我認識鄭文燦二十幾年了 對他的政治智慧以及處理事情的手段 我都非常的瞭解 甚至他在參選桃園市第一屆直轄市市長的時候 我曾經幫他去駐蔣站臺 在選前職業的時候 我們兩個在臺下 他跟我講說他會當選 我說你怎麼知道你會當選 他說我觀察出來 每次這個整個肇事演講的時候 對手的人數非常 通常說對手是吳志揚 他說幾乎都沒有動員不了 里長沒有力氣替他動員 所以他說他會贏 果然是贏的 他的判斷力非常的精準 那時候讓我覺得說 果然是個胖周語 很多事情都算得很精 現在我對這件事情有幾個看法 給觀眾給中央你參考 第一個 這是七年前的事情 市長在第一任的時候 第一任的快任期快滿 要連任選舉前的一年 發生這樣的事情 桃園市嘛 土地重劃 土地變更 是桃園市最成功開發的一個要件 你不要講說傳聞很多 說鄭文燦涉及 歷任桃園縣長多少涉及到 因為你要開發 你一定要建設 一定要土地開發 土地重劃嘛 對不對 鄭文燦會不懂嗎 鄭文燦會說 你們要土地開發 要土地重劃 可以喔 五百萬三來我給你建 不可能嘛 他不是政治菜鳥 他不是剛當市長 是訂政治菜鳥 他從行政業新聞局長一路幹到當的市長 他會不懂裡面工作 這個也不是你市長的絕對的權利嘛 內政部就駁回了嘛 你置辦就駁回了 所以這個裡面就出現問題了 這個案子七年來 你為什麼都沒有查不辦 現在有人假如說 是因為最近一年 有人重新檢舉了 所以去辦他 奇怪 這個土地這一塊地沒有成功耶 從後沒有成功 為什麼有人減幾 你不是覺得很奇怪 如果土地變更成功了 然後五百萬你又拿走了 那你來查大家有點道理 如果是這樣就有對價關係 對嘛 不管你假如說這政治先進什麼都可以 就是有對價嘛 為什麼你任內給他通過這個嘛 現在這個案子沒有過喔 駁回了喔 五百萬他也沒收他退回喔 那我就第一個懷疑來 臺灣有什麼樣的企業界 涉案的是多大的企業 臺灣數一數二的大企業 有這樣幾個人一起 高級主管 拿個禮盒裡面裝五百萬到市長官邸去送禮的 我第一次現下 第一次聽到的 當時市長好大大公來 拿五百萬來 我來市長辦公室來 還是來我市長官邸 這不要離譜到 不要把政文堂當成夜市文 拿著旅行箱裡面裝著一千萬在路上走好不好 沒有這種 很多方法可以送錢的 不是這樣子送法 這第二個我要講的 第三個因為任期到 政文堂需要不需要政治現金 當然需要 企業界大家都知道 企業在政治現金的時候 方法很多啊 底下子公司分攤 我們不是以前都講過了嗎 怎麼分攤 每家公司怎麼分攤法分攤法嘛 化整為零嘛 大家都知道的 有這麼空 他們講說 你有一塊土地要變更 然後要去市長官邸送五百萬 在庫公我跟市長搞錢有夠啦 搞錢有夠 也不可以四個人到時候去送錢的 對 我不要聽說 送錢也是一個人 扮演白手 白手到永遠都是那個人嘛 一個人而已 怎麼會集體上市長官邸的 我一聽這個話 我就覺得很懷疑了 然後現在可以講說 派系內部鬥爭 你如果不查辦他 我又是講袒護 要查辦他 說是派系鬥爭 那我就覺得說國民黨 你們自己要檢討 你們桃園的政壇人物 有多少跟他們有關係的 我就順著名譽剛剛講的話 有沒有你自己不檢討的話 將來整個一翻開來 大家又撒掉了 到底怎麼一回事 現在還要怪什麼 說他辦家寶的法官 父親曾經是鄭文燦的政風處處長 在他任內退休的 政風處處長年紀到 在他任內退休 又怎麼樣 不行嗎 我就不知道這是什麼理由 然後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女兒就辦你家寶 一個法官自由行政 要不要收押一個這麼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一定要判斷出來 會不會創供 會不會滅政 會不會逃亡 是他收押了三個要件 他怎麼樣你懂法律也懂的 他現在五百萬也沒有 你檢察官有沒有查過 說我到他那裡是收到五百萬 也沒有 銀行也沒有 不只說裡面有五百萬我查到 也沒有 你說他洗錢 那才好笑 錢都沒看到你洗什麼錢啊 第一個是這樣子 第二個 他會不會串政 你已經生押收押了四個人 要跟誰串政啊 也沒有串 而且七年前的事情 現在有必要串政嗎 我了解是他拿到這個錢 他就趕快退回去 這個不能放在他那裡 他退回去 那你現在要串什麼陣 那你現在檢舉他到底是檢舉什麼 檢舉他是不違背職務的收費 那錢有沒有收 他沒有收啊 到底是算什麼 什麼不知道 他會不會逃亡 他也不會逃亡 他還是會懂是他逃亡什麼 全部都沒有收押的必要條件 那五百萬交保已經相當嚴重了啦 那個好像是姓楊的是一千萬交保 他是五百萬耶 姓楊的那個沒有收押是因為九十歲年紀大 姓楊的是前 台塑的前總經理 是王家最信任的一個人 他經手過的事情有多少 所以我說很多這樣事情讓人家覺得說到這個關鍵 去搞政文戰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要給賴清德政文來看 還是有什麼原因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政府上會成為一個標的 成為他們要攻擊的標的很簡單 你不要以為說海濟衛很多人講說 哎呦海濟衛這個人牙門啦 故意把它放在那裡 海濟衛是將來準備的是兩岸要談判 兩岸要交零 很多事情讓他們決定的 怎麼會不重要 他要開啟另外一個體面出來